他常来看我 除了跟我学太极拳外 还跟我打乒乓球 打网球 当然也会跟我讲解圣经里的故事 起初我会跟他辩论 后来我发现辩论根本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谁也说服不了谁 于是我干脆装着席耳恭听的样子 有时还主动向他请教 他很乐意解答 他挺大方的 中午常请我上馆子 我们成了好朋友 独自一人的时候 我曾回顾过来美国后的艰难历程 思考了许多问题 当初不知怎么下的决心 40岁了 抛弃一份令许多人羡慕的机关工作 跑到举目无亲的美国来 哪来的勇气 是不是冥冥之中有什么力量在引导着我 来美国之后困难接踵而至 改变身份的申请被移民局以有移民倾向而拒绝 从此黑了身份 身无分文 几乎被驱逐出境 原以为和别的留学生一样 一切从零开始 没想到我其实是从复数开始 在我山穷水尽之时 不知怎么搞的 窜到一所美国教堂去寻求帮助 稀里糊涂跪在地上 跟着牧师念了一大通不完全明白的英文 后来才知道 那就是绝制祷告 奇怪的是 自那以后 虽然给移民局的上诉没有结果 上课也没有心思 但奖学金却奇迹般的来了 我还不是FE学生身份 老婆孩子却获得来美探亲的IFR签证 毕业以后 我终于获得FE学生才有的为期一年的实习和工作许可 领到了别的留学生早就有的设安卡 等我事后冷静下来仔细一想 认为是我自身努力的结果 是因为自己特别能干 因而没把身放在心上 不过求学期间我常去教堂 主要是为了了解美国文化 锻炼英语听力 欣赏音乐 结交朋友 再就是为了那顿众人带去的品种繁多的午餐 我始终认为 信仰是人生大事 在没搞懂之前 不能轻易信 以前在国内吃过亏 跟着众人崇拜过人造的神 起初是因为愚昧 后来是因为不得已而为之 现在站在自由的土地上 没有人能强迫我信仰什么 也没有什么观念能束缚我的头脑了 另一方面 失业后的艰难历程 常使我独自冥思苦想 科学可以证明某种物质 某种东西存在 却从来不能证明某种物质 某种东西不存在 我为什么要先入为主 把国内的无神论带到美国 来支配我的后半生 宇宙是不是受一个我们看不见的 具有超自然力量的神之配着 我可能太骄傲了 曾以为只要自己努力 就能做成自己想做的事情 而事实多次证明不是这样 有些人没费多大力气 挺顺利的 我已竭尽全力 现在仍然走投无路 如果谦卑一些 请一个看不见的 具有超自然的力量来帮助 结局会不会不一样 我都落到这步田地了 还叫什么进 国内那么多人 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 难道他们真的信仰共产主义 还不就是为了当官吗 当了官就能过上好日子 道理这么简单 我现在要求不高 只求一条生路 我的生路在哪里 圣经上的许多东西 我还没有搞懂 据说以后也不可能搞懂 但有一样东西 我现在就懂 在美国没钱就无法生存 我目前急需钱 眼前这位牧师说 只要我成了基督徒 他就介绍更多的朋友 跟我学太极权 甚至可以考虑 办太极权培训班 这就能解我燃眉之急 后来 我在他的教堂受洗 正式成为基督徒 用基督教的行话 叫做得救了 终于得救了 这个故事就讲完了 如果喜欢就点个赞吧 谢谢 谢谢